泰雅大师尤玛达禄日前来到了新庄西圣分馆 和大家分享了原住民的相关文化传承的知识 希望借由跟大家各族群分享作为交流的平台 为传承原住民文化推动母语阅读教育 新北市立图书馆特别请到泰雅之一大师尤玛达禄到新庄西圣分馆 希望能让民众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感受丰富的原乡文化饗宴 我希望你是一个推动火把的手 因为你要延续他们香火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期待放在我的身上 放在女儿的身上 妈妈的低迷 对 让她带着走 所以我们的每一件衣服都像一个会走动的书 所以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讲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非常宝贵的一个内容 所以今天在讲不一样的阅读 那我们就把这样不一样阅读的方式来带给大家 非常的难得请到我们这个编织大师 这个国际真的非常知名的编织大师 来到现场 那我想刚刚老师也呈现了他的编织的方法 我想各个文化它的传承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原住民文化因为它是没有文字的 必须经过亲身的体验才能把这样的这么珍贵的文化传承下来 活动除了有传统服饰制作示范 也有精态展导览与认识原住民饮食文化 现场也邀请到许多里长跟议员一起共享盛举 我几个长老看着我从不太懂事 开始认真的对原住民认识 当然新庄我也要求文化局 一定要在我们新庄开一样 类似这样原住民的这个 这个源源不绝的 这个不一样的原住民的阅读 这个一个空间 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村美督促 当然在我们戏子地方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市政府已经这个云诺的 要来做的 保留原住民传统公益 推动母语阅读文化的传承 都是值得被民众珍视的议题 新北市立图书馆也特别在西省分馆 设立原住民文化学习教室 希望能作为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平台 永家的新闻新庄采访报导